你有没有发现国内有着一股奇怪的风气 买东西几乎只看硬件参数 什么意思呢 比如在买手机的时候 大家聊到不是手机好不好用 而是这个手机用了啥处理器 相机用了什么镜头 电池是多好玩 仿佛硬件的堆叠 就能完全等同一产品好不好用 不光是日常生活 其实在很多商业中 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 比如公司采购一些大单时 往往软件就是买硬件白送的天头 但与之冲突的是 在国外 很多我们以为的科技硬件公司 更乐于把自己标榜成软件公司 不过这是得分开看 硬件提升肯定是好事 但这不妨碍我们现在需要越来越重视软件 特别是这十几年来 软件的进步也在颠覆着整个世界 大家好 我是攒钱交罚单的差评君 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 被软件改变的世界 近些年来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 人类社会无时无刻 不在享受着硬件更迭的红利 但很可惜 硬件的提升做不到永远的持续不断 科技发展会有停滞期 产品换代会有各种曲线 那在这个阶段里 难道就只能停滞任之 在新型社会以前的确是这样的 不然还能怎么着 但软件的出现 给了另一种可能 说详细点就是 软件的开发换代 能够帮助人类更好的发挥硬件 也会在硬件之外 开辟一条新赛道 还是拿手机摄像头做例子 同等状况下 更大的传感器 必然意味着更纯净的照片 更好的暗光性能 以及更好的虚化等等优点 这也是这几年手机摄像头 不断升级大杯超大杯的主要原因 所以 为了容纳越来越大的摄像头 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品牌 不断地将手机尺寸加大 越来越凸起的后盖 甚至还砍掉了3.5毫米耳机孔 但是在手机上 得考虑尺寸 重量 成本等等方面的原因 你没法无线超级加倍 比平到最后 大家还是要看 谁软件层面的调校功力好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显卡 以往我们在电脑玩游戏 为了更好的画质 更流畅的帧数 能做的就是买更好 更贵的显卡处理器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买卡黄的 所以难道除了堆料 就没办法提升游戏性能了吗 英伟达的工程师们另一批吸进 连发出了DLSS 打个比方 如果你的显卡跑1080p都费劲 那么开启DLSS后 显卡就只需要渲染540p的画面 然后DLSS从540的画面 给你增强个1080p的来 显卡不吃力 你看到的画面品质 也没有降低 甚至可能更好 有了DLSS 低端卡能带原来带不动的游戏 高端卡能够提升更高的帧数 大家都得到了优化 再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买车的时候 我们以前买车的时候 汽车平顺性肯定是重中之重 大家对于平顺性的第一反应 就是底盘悬架之类的 这一盒里 我们就拿悬架的进化纸来看 1763年 美国的特雷德维尔 取得螺旋弹簧悬挂的 第一个转力 从此开始 坐车再也不是 直接坐轮胎上了 1927年 福特将减震器带进了汽车 1931年的奔驰170 是世界上第一台 装配独立悬挂的车型 1953年 薛特隆落地了 空气悬架的概念 1984年 电控悬挂问世 2031年电磁悬架开始出现 从人类发明汽车以来 从硬件上创新改进 来提升汽车平顺性的脚步 就没停止过 的确 上百年的悬架底盘进化 使得现代汽车的平顺性 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但这些硬件的提升 显然还不能完全搞定 车子晃动的问题 一方面 是现在的底盘悬架等等硬件 肯定还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另一个 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方面 我们都知道 影响汽车平顺性的汽车振动 来源于XYZ 三个方向的直线振动和脚振动 底盘 悬架等硬件在相当大的层面 解决掉了YZ方向的车身晃动 但偏偏遗漏了X方向 也就是车子本身带来的晃动 为什么说是车子本身带来的晃动呢 这是因为路面不平整 会造成车轮转速波动 以及车辆扭矩的变化 从而出现车身晃动 什么意思呢 比如开车时经过一个坑 轮胎依次入坑出坑 车身就会有着上下波动 这是Z方向上的震动 但车轮近坑出坑和在平地相比 由于路况不同 车子轮胎表面的附着力也不一样 而汽车给每个轮胎的动力都是一样的 那么附着力低和附着力高的车轮之间转速 就会产生区别 这样一来 车子就会自己里马起来变晃 有点像三个河上没水喝 所以X方向上的晃动 更多的是由于动力分配的原因 前面说的悬架底盘 对它们的办法不是很多 或者说有更多的YZ方向的晃动 需要它们去完成 还没有办法顾及这些 于是X方向车晃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而随着车辆电气化大势起来 汽车动力和响应速度都有了大量提升 以前还算细枝莫及的X方向车晃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但也正是由于车辆电气化的进展 人们突然发现 有没有可能不用硬件也能搞定这个问题 用软件调教的思路是这样的 既然是路面变化影响了车轮转速 那么我只需要按照路况完成动力分配 不就搞定了吗 在这个思路下 华为的研发工程师 直接在ATO问界M51EV上 用了一个黑客机 华为DUTS 华为DUTS通过一个电机悬变传感器 实时感知车轮与路面的接触情况 然后通过一套智能算法 将不同的情况进行快速分析 并迅速做出相应反应 控制车轮扭矩的实时分配 最终降低了车次的颠簸 实际上路就是一个轮胎进坑过杠时 传感器发现情况有变 迅速上报直接处理 给车轮换一个合适的扭矩 这样就不会有互相拉扯的情况 相较于其他扭矩控制系统 完成整个链路需要100到400毫秒之间 而华为DUTS完成整个过程 只需要4毫秒时间 在你还没有感觉到颠 他就问了 这样一来 你就大大缓解了车次程的颠簸问题 即使到目前为止 这么多公司只有华为和特斯拉做到了这些 而且华为DUTS还保持着一套 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的驾驶逻辑 在能量回收退出后 车子还会保持2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速度如行 必须要大家的脚主动踩下刹车 车子才能完全杀顶 这也更好地帮助了用户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减少出现物彩踏板发生事故的概率 除了这些之外 华为DUTS还多出了一些其他好处 比如优化能量回收效率 我们都知道 能量回收就是在汽车行驶时 需要减速的时候 不用机械刹车 表位带动发电机 将这部分动能转化成电能 带给电池充电 这叫开源 而华为DUTS能够做到节流 因为电动汽车的耗电高低 在一定程度上 是和车辆功率变化幅度息息相关的 如果功率波动大 那么耗电量就会变多 反之就会减少电量损耗 功率波动大在平时时 主要就是因为开车深一角前一角踩电门 而这在很多时候 除了国内路况实在太糟糕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动力响应不够及时 踩下电门半天还没加速 可不就逼得大家多踩一点吗 所以 华为DUTS通过动力线性优化设计 能够在200到300毫秒之内 实现动力响应 而市面上常见的新能源车 一般在500到1000毫秒之间 凭借这一设计 华为DUTS能够让整体功率波动的变化率 下降30% 最终是实现车辆驱动能耗 降低约10% 更别提华为DUTS作为软件系统 日后还可以进行远程OTA升级 实现不断进化 对比之下 换个底盘悬架 可不是脏口就来的事 最后 将来2022年的年末 展望未来 硬件和软件的进步 都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产品军没有任何觉得硬件不重要的想法 而是希望我们在拥抱硬件科技发展的同时 应该再更多的把目光投给软件进化 毕竟几十年来 硬件真真切切的让世界变得更强 而软件也无时无刻的让世界变得更好 都是改变世界 没有谁是容易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您有什么想做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和我们互动 最后不要不要关注一下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